申請移工照護 巴士量表整頁密密麻麻文字評分 看的是生活治理能力 要兩個醫師雙重把關 避免濫用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拋出八十歲以上或七十到七十九歲 患癌症二期以上長者 不用巴士量表就能申請外籍看護政策 被認為想法太單一 八十歲以上有將近六十萬人 絕對不夠用 就怕真正有需要而且經濟狀況不佳的個案被擠壓 醫師認為在資源不多的情況底下 巴士量表還是一個客觀的評估工具 有存在必要 所以我想各方面都要併進 侯友宜鎖定年長者跟離癌病友兩族群 但省掉評估 直接開放 申請外籍看護 恐怕排擠掉失智症 身心障礙者等等 有照護需求 但無法通過巴士量表的族群 簽以法動全身 行政院 衛福部 勞動部 著手研議多元認定方式 像是加進身心科自我檢測量表 失智症篩檢量表等等組合評估 政府全面照顧失能者 鎖定族群的政策 不只有需求的人 可能請不到 還可能助長仲介移工 為了利益 民爭暗鬥 三星 台北報導